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很多网友常常问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和大家大概有些答案 但是在过程讨论 我相信对大家是相当有益的 Brainstorm的过程也是相当有趣的 所以今天就和陈博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一个事愿就是说 有些网友要求不求问 如果美军在地球上打仗的经验是最丰富的 打仗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说什么战略 也不是说什么战术 而是我们说的一件事叫abundance 简单说就是踏水 谁踏水踏马最重要 那就是你有很多资源可以在战争上圆圆不绝地摆到前线去打 例如冰原 或者我们说坦克车 装甲部队 导弹 弹药 什么都好 所以后勤是很重要的 但后勤呢 大家都知道美军 例如说它可以用很多的船舰去送上去 它可以用运输机送上去 那不止俄罗斯 还有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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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如果大陆要炸你也有方法的嘛 所以大家有时都在想 有没有可能就是用一些极快的方式 由美国本土立刻在战场的前线 立刻就运输过去 又不需要用到亚音速的运输机 又不需要用到极慢的船 就可以很快速就送到去 就不需要担心那个库处问题了 那也都将它分散式的周围放 那就真的有时就用一些极快速的方式送到去 那用什么快速的方式呢 就有网友说 喂 如果现在的火箭技术都发展到这么好了 有没有办法把一个A点的火箭送到去到B点 那他们的距离当然就不可能 或者是在日本国内很接近 可能就是在北半球去到南半球 或者是在东半球去到西半球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跨道 那这样做 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呢 那这样做是否真的非常快捷呢 那这样做会不会有限制呢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谈谈 大家记得首先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帮助按赞 多谢大家 好 沉默 刚才我们都开场白都说了这么久了 那如果真的 即我们现在有个火箭 例如我们说到火箭科技 都已经由中国以前说发射火箭很便宜 都真的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 去做到这种军事运输 又或者是以你的建筹 还是还是有一些樽颈位都需要去解决一下它呢 那这里我觉得今次很有趣 就是由网友一些的提问 那我们就有个讨论 那我觉得呢 不只是顾着只是介绍一些很前线科技的资料 那我觉得要想一个 如何去做投放或者补给问题呢 其实原来背后已经是很多的实际物理条件 是限制了我们的选择的了 那当然很科幻地想 那你现在地球上 车就比人快 然后有时你飞机也比车快 甚至船也比车快 有时可以看什么地形 然后你有一些超音速的飞的东西 又比一些很普通的飞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现在人类能力 能够飞得最快的就是火箭 那我们如果能够做到用火箭的东西 把东西弄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往返了我们想去的地方 那不就很快 甚至乎打仗的时候什么都快 什么都行 那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认真去想这个问题 我又觉得没那么简单 那我想我一会可以介绍多一点 就是说你如果火箭运输的时候 那些限制先 例如我问一问Larry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不要说去打仗 我们就没打过仗 但是我们去日常上班 找食找人 或者甚至旅行 你去近的地方和去远的地方 你交通工具的选择都很不同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那我就知道我射支火箭 由香港去澳门 可以很快 但是呢 你又不会想着就是说 明明距离那么近的时候 有些事情你搭船 或者搭车都去了的了 你不会想着 你特意去香港的机场搭飞机 就希望有架机 就由香港的机场 飞去澳门的机场 这样转来转去的 扣了一条数 中间你要处理一些手组 架机升 然后最后发觉 原来又不能直线去到的 那最后打了一条数 反而是不着手 那其实你说 如果在战争上面 做这些这样的物资的投放 其实这种考虑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在以前自己计算 一些应用数学的时候 都很多时候是计算一些最佳化的问题 你很容易就会想到 就是随着我们的起点和终点 它的地形是怎样 它的距离是怎样 它周围的条件 就是其他的条件是怎样 已经决定了最后 你那个最可靠的方式 就不一定是那个速度 就是叫做那件再看速度最高的方式 有时可能你要结合其他一个混合的方法 才能给你一个最快最有效的结果 或者这么说 一定要提一下 就是你火箭运载本身 是不是一定是万能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从以往几集都提到 火箭运载本身 一直在说带 不算太空的东西 你地面东西 通常都是携带一些warhead 一些弹头 一些武器 而且有一种心态 就是你按了键 你就不记得了去 基本上你就有得去 接着就去到 接着就炸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说运输 可能有另一个问题 这些东西可能有来有往 其实火箭就是 你是去得快 但是我就会说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 用来往返来往的工具 嗯 如果是单程的 单程的 就好一些 就是单程一放过去 都不用想它 总之炸了它 你不用理它那个状况 最后要怎么样 你又要它出去 就要平安回来 整件事就复杂很多 是的 你比如说回 你刚才说到 如果是美军 它要部署 投放一些东西 我现在不是要炸人家的目标 我是希望有一堆东西 是很整齊地 由一个起点 去到一个目的地 那里部署 那么这个情况 就要回到一些 我们上一两集有提到 那些运载火箭的问题 你如果一个运载的火箭 比如像美国的小型穿梭机 那些叫X-37B 那些 有升有降 你升 就是你要很小心地升 降 你都不是一下子 高速地撞到目的地上 如果武器 你就要去 越近目标的时候 就越不要减速 就越精准地撞下去 你要的是这样 你去到运输的问题 就是 你很希望你见到目的地的时候 你要很仔细 慢慢慢慢地去安全地 下一些东西 轻轻着地 小心轻放 你不会预期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想 很保护着那些东西 你是很希望 去安然无恙地去到目的地 你才能够做到部署运输 这个就是问题 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器具 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X-37B 如果这么说 我又想问大家 你觉得这件事是否理想呢 如果真的拿来做实际作战 例如想运输一些仪器人员 从一个后方运输到前线 Larry 你试试回答一下 你觉得我那架X-37B 你觉得有没有用呢 拿来打仗 会困难一些 因为第一 大家知道X-37B本身的尺寸不大 它本身里面有个载货仓 它的载货仓也是一架摘扣车 那么大 第一 它的尺寸也不大 它能够承车很重 也不会特别多 也猜到 你把什么进去呢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因为它本身回来 它的滑墙距离很大 虽然它已经在北极地转圈转圈的减速 但是它也要一个很长的炮度 例如我们说军用的飞机 C-17 C-130 它可以有一个很短的距离 甚至降落航空母船这个办法 是 但是如果你这些就随便都要说 一万多米的滑墙距离才能下到街 那那个机场的要求就很夸张 就不是普通 可能去到太空 穿梭机 火箭发射那些机场才能夸张 不是普通一个国际机场 就可以提供到 就不是 没错 其实我就会说 这些这么快的往往很难照 很多时候你真的实际作战 是你要适应那战场 你去照顾那战场 你去照顾那前线 但是这些飞得这么快 很多时候是由你场地的条件 来照顾那个升降 所以其实很容易想到 就是实际作用有多大的 例如我有些东西由后方运去前线 我首先后方有一个很好的发射场 那些东西要很稳固 我另外可以把这一架小型穿梭机 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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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前线也不要太近 你太近的话 我没有必要用这些东西去做 我可以用回普通的超音速的机 这样就已经可以混一定的东西上去 或者甚至乎用普通的运输机 你已经运输到更加重的东西 过去都不奇怪 所以你想得用火箭 首先那些东西有差不多 那个距离有差不多 好了 当你真的决定用火箭 你在后方特意弄了发射场 但是前方着陆点那里 你一定要有个漂亮的着陆点给他 真是有个很漂亮的一望无际的平原 你差不多要叫敌人帮 你都铺着跑道来给你去降落 你才能拿到你想要的 那就不实际了 而且又要寄望对方不炸你 对 反过来 有时你真的实战的时候 你不只是从后面射到前面 你还希望那件可以收回 拿回来 你放上去 然后就 我射了一把小型穿梭基上去 但是那部小型车可没有发射场 你去找别人慢慢去收走 那这就没意思了 所以往往是 你运输的东西 就是来去都要自如 除非在前线又要有一个很好的发射场 又要输入那种很难抽的那种专用的液态燃料 再将它射回头 其实这个过程你会发觉就是 大家很容易想到为什么火箭要进入補给运输的领域 其实你会发觉难过进入攻击型武器的领域 其实会是 变成他去送一些飞行员 送一些东西好像信警察的方式就难 如果他是一去没回头 出去之后总之他去到那个目的地撞烂他 不理你怎样 就才是他比较有效的做法 最擅长的部分 所以要么就像火箭那样送到上大空就算了 要么就像导弹那样打他过去炸到你烂 相反要将他运送去整件事就是最困难 以及也是最花时间和最花资源的事情 是的 而且你要想想在实战的时候 有什么真的值得你要这样送 说真的 因为本身现在就算去到Falcon 9 或者之前说过很多火箭 其实他听上去说是史上最大的推进力 就是上次我们说Starship那次 其实都有限数 那个限数 其实听上去很大 但是其实如果他要送的东西 就看他送什么 就是你送几个披萨的问题 哇 如果你送的坦克 真的美国那些坦克 重处是七八十吨 好了 我当我们玩苏联坦克 苏联坦克就够轻了 都三十几吨 是啊 都不是说笑 你Falcon 9搞不定 就是你现在去各国送去乌克兰前线 那些坦克动一下都几十吨 然后就放在火车里慢慢暈过去 是吧 当然你有权就说 我用一支厉害的火箭 一个火箭射过去 好了 我当你射过去 你怎样让它靓靓仔仔的 落到你指定位置 那很麻烦的 你的东西这么快 你不是只想想 如何加速把它推到多快 你要想想如何适当地减速 要不然你就等于 去将一件东西扔过去 然后扔破了 是吧 是吧 那 同时 你要想想 那火箭 是不是真的被你载到这么重的东西 那Falcon 9 我们查到的那些负载量 其实都是二十几吨而已 是 就是 你就算说将来最大推力 你要上太空那些 那上太空呢 就因为它是上太空 所以它的负载量 一支很大的火箭 可能都只是载到很少的东西 是 如果你只是由地面 一个后方再一个前线 那你有权就是说 那同一支火箭 可能它都可以载到多少东西 但是我当到你用到 就是为了运一架战车 然后就用到一支火箭 那值不值得这么做 更大的技术问题就是 当你射到上去之后 你想运上前面的东西 你希望它完整无缺地下地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就是往往很多先前的太空计划 我们运一些叫做月球车 或者是那些火星探索车 最后坏的原因 就不是发射那一下 就是你想那东西 帮助到地面 那之前那一刻 刺不住 就撞爛了 很多时候也是这些 所以我会认为 你用到这种技术 就是风险低 而不是风险大 那些安全系数 也是比较低 其实是同一件事,但是你快得来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呢? 其实是存疑的,所以你说如果有人说要弄一个火箭的东西 去将它做实际战备物资的运输,我就会有点谢谢了 但是原因就是,你怎样可以做到那件事安全地着陆 其实这件事是难过你将那支火箭加速到有多快 所以这个想法,听上去就好像可行 尤其是大家都觉得现在火箭的技术都已经做到可以回收,很便宜 可能在燃料上有改善,污染也不会做到以前那么厉害 整件事听上去就好像很OK,所以做下去的限制很大 不过如果我们假设将那些飞机,如果它在跑道上起飞 跑道上降落,但是我们帮它加一些助推又行不行呢? 加两支火箭 这个真的好像我们以前打游戏机那样,突然间要按个B 突然间按个B出绝招了,这个是什么呢? 又这么说了,你要想一下用什么呢? 你总可以将普通的飞机,除了它用自己的压缩噴射引擎之外 你可不可以再加一些东西给它推进去再加速? 那你总可以做这件事的 都是这个问题 以Larry你所知,这些用到噴射引擎的飞机 是偵察机还是战斗机? 其实它的速度是多少呢? 你说我们说F-15 F-15的战机界来说,它也算快 它飞到大概2.5倍音速左右 那也很快的了 它再快一点都可以 但是你说以前的一部偵察机叫做SR-71 叫做Blackbird 它据说是可以去到3倍或者以上 这都是人类的飞行器的盡头 如果以载人来计算 如果不载人,当然可以载快一点 例如中国有一架的无精霸 一架无人的偵察机 现在在美国爆出来的消息 就说它可以飞3万米 3万尺 它就可以用到3倍音速 那么中国那边就说5倍音速 但是我们都倾向相信 应该是美国的情报 3倍音速就是3倍音速 但是就大概这样的速度 再高都可能是接近极音速那种速度 如果以人类的肉体去顶我们通常说一个G力 那就应该未必顶得顺的了 再快就顶不顺的了 是的,这一件事还是我们能够做到安全地起飞 安全地飞和安全地降落的事情 如果你要再快 你就要用鲸 将它加火箭在后面 但是之后你能不能够保证到它安全地降落呢? 就算你能够保证到它安全地降落 又有我们刚才说的X-37B的问题 你对于降落场地的要求就会很高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实际战场上的限制 令到我们不会想到 去盲目地去用一些更加劲的东西推进去做运输 又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经常都想的 我们如果地面上的运输 可以能够做到最快的是怎么样? 几年前 都不是几年前了 如果你说更加多年前 美国、日本都有想过 除了磁浮的东西 就是你要在那个磁浮的列车上面 将它整个塞进去一条真空的管 令到它在管里面没有空气阻力 然后你里面就是理论上可以做到很快 也做过一些很基本的模型测试 那是可以很快的 但是你会不会实际上拿去做运输? 更加不要说打仗 你打仗不会有条实实在 你不会为了打一场仗 每一条前线你都起一条这样的管 然后去运输的 保养会是非常之困难的 其实这些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很愿意去照顾这个交通工具 那你的东西可以做到很快的 如果你说去到那条管里面 你去到你喜欢很任意配数的音速 你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要给一个很合理的加速距离 和一个很合理的刹车距离才可以 那你和火箭在天空上飞都是 你要给一个合理的刹车距离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火箭 真的如果化身成为一个穿梭飞机 这样降落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很长的跑道给它 去做合理的减速和降落 这样才做得到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块的东西 往往最后就是在目的地受到的限制会很大 这样令到我们就很多时候不会用 也是 而且也幻想不到在中间加速的时候 那个乘客那种舒适感去到哪里 是的 混入 你不是只是说高铁大概去到二三百公里每小时 它是说再快都可能三四倍的情况 可能已经是非常接近音速 很快 甚至乎如果超音速的话 也很难想象到乘客的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身体成熟的力量是怎么样 这个也挺难想象的 因为之前我也见过 就是L.A.那边 Elon Musk也有些支持这些类型的 但是他也是限于一些比较科学实验少少的 概念会比较多些 比实际应用的那些情况 我看到有些像科研那样的形式去做 也有 所以美国那边的高铁都 这个概念也真的不流行的 反而美国铁路的理数 你近一百年发觉越来越少 是的 虽然他有想过再建立一下 但是他们想过的思维 不是一个军事的用途 这个跟中国大陆很有趣的 中国大陆是视铁路工程 是一个军事思维去管理的 是 他们铁道部的人很长期 都是由军方背景的人去把持的 近年就算你看起来没有 其实都是军方的人 基本上都是 其实大家想着要运的东西是很不同的 但是大陆很多时候就是在想 我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 运到多少人上前线 他们就想过高铁 高铁一次过运到很多人 但是美国很多时候就是这些东西 我是要有个自由度 我不会让地下的那几条线走死了 它全部东西就是飞机 而且它运输机多 是的 它发展他们的那种 空运能力的肌肉 就不是说把它放在地面上 这些东西大家的思维会很不同 是的 所以这一节跟大家 有一个忽发其上 就是说一下 没有办法是用一个太空运输角色 尽快将军事物资去输入前线 很高达的想法 但是也跟大家说 其实都有它的限制 所以你看这些这样的火箭技术 都仍然在用 如果真的运输东西 就由地面运上太空的东西 就是 你由地面运上太空站 你一定只能是选火箭 这样就用 地面和地面的东西 你是能够用到 普通海陆空技术的东西 你就很少会想到火箭 就是你在地面上 你想得到用火箭 去运输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 直接是一件导弹来的 就是那些什么东风快递 关东快递 是的 就是你扔下去 你扔下去 炸下去就不用负责任 那种这样的想法 是的 所以就相当不同的概念 好 今天谢谢陈博 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概念给大家知道 大家都记得帮忙支持 包括看广告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分享节目出界 好 那我们在其他 包括世界防卫时事 和瓦克兰战报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